这个是剩下的两个泥 实在是没想到这个泥件 还能让我分两次录 它实在是太有看头了 太有看头 先拆这个吧 你看我的手 要不然到最后画了一首 打开之后都不敢往里看了 扬眉雪 扬眉雪 店家做泥挺有一套的 挺适合录食品的 啊千丝泥吗 有点像山楂膏山楂卷 你看这渣掉了 我就戳了一下 它好像和我之前测评的 那个八块八的那个千丝套盒 是差不多的手感 是一样 是一样的东西做的 我看有小伙伴看出来 这个玩意叫啥 高分子吸水树脂 它问题是这也拉不匀呢 阳眉雪 这个眉应该是没有的眉吧 拉不匀呢 哇 鼻孔疼 闻两下鼻孔疼 当时我们家装修刷漆 那个味都没让我难受 但是这一小块你让我做到 你不行了 这店家怎么做呢 来人哪 来人哪 我不行了 我做错了什么 它吊渣比那个 比我买的那个工厂泥吊渣还要厉害 你看 你看 看到没有 而且还很黏 最后这个重中之重 重中之重 我许愿的这个 是叫多味精灵豆吧 啊 幽灵多味豆 幽灵多味豆 我先去洗一洗 我手上的污垢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我现在迎面如菜色 我现在迎面如菜色了 直接开吧 里面就是 哦 柠檬苏打水的味道 挺好闻的 这里面已经 分裂了 他们自己好像 内部已经打过一场仗了一样 那都是碎屑了 呼之欲出 呼之欲出 有愁吗 有愁吗 我连个倒棚沙水的机会 都不给我的水 颤颤巍巍 这不是水宝宝宝 我记得水宝宝是挂不住的 是不是那种大型的 大型的树枝球 而这个泥 烹沙水还对它切点作用 球呢 都被我扯碎了 我好期待这个店家还能做出什么奇怪的泥来 我竟然有点期待啊 这怎么还是这么黏 很奇妙的一次体验 太奇妙了 我玩泥这么久 买泥这段时间从来还没遇到过这种泥 怎么说我经常拉着拉着就歪了 我那个 我我那个保暖背心穿的时候也是往这边歪 拉布也是往这边歪 牵牵牵头头也是往这边歪 上量不正 下量歪 我它自己可以粘住桌子 这个挺不错的 怪不得不送我防灰贴 是因为店家每一个泥都太粘了 我想明白了 我误了 它的泥做的这种粘合力稍微再强一点 我觉得可以直接脱毛了 它扒在你的手 外面那层皮肤上紧紧的不下来 吸力很强 这几块你给我整了 已经上天不定下去了 再见